打開世界醫學 心知大點 要像現在這樣走在一條直線上面 有些人可能平軟不好 會跌倒或甚至走不好 根據這個西班牙最新研究 就指出說 有可能跟我們牙齒咬合不正 有關係喔 不過到底怎麼回事 實際要帶您找專家 我們也實際來到牙科診間 要來請教牙醫師 到底我們這個牙齒咬合不全 跟平軟有什麼關係 其實根據去年做了最新的研究 在巴塞隆藥大學 他們找了什麼 10位支援的受刺者 上下最大咬合 所謂的中心咬合的關係 加上我們的牙齒變塊棉花 幫牠的咬合變得比較 相對的不平衡 然後去做一個測試 測試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些 特殊的運動 去測試牠們在不同的咬合狀況的 一些情形 我們在咀嚼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大腦 都會受到一些刺激 這些刺激可能會牽動 我們整個身體的一個平衡關係 講到平衡 就要去看到它跟大腦裡面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也實際找來精神科 醫師跟我們講解 視律神經會干擾你腦部的運作 就會導致你的同時 會有感覺容易不平衡的現象 協調不穩定的話 都可能會造成平衡不穩定 然後可能部態不穩 但是有些會頭暈的現象 小朋友最早可能是因為遺傳 或是在青少年在發育的過程中 有一些人他可能因為外傷 造成在發育的過程中 上下咬合關係不平衡 第三個有可能是像其他老人家 他的牙齒慢慢缺牙了 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後來才發現其他的咬合關係 一直都不好 我們的姿勢有時候 會找我們最舒服的方式 去做一個補償 包括可能頸椎的疹痛 背痛 臉的大小的肌肉 會變成不平衡這樣子 民眾平常如果平衡感渣 常常跌倒 或者是姿勢不良的話 即使有可能就是咬合不正 除了問題 建議找牙醫師來評估看看 搞不好問題就能改善 以上就是今天的世界醫學 新知大典 我們下次再見